我想介紹下一位我們的講述 下一位講述就是Benny 中記 Benny自己本身曾經任很多間金融機構 做虎皮的分析員和基金經理 現在是香港上市公司的投資經理 做了金融業務已經20年了 自己也有中文學的工商管理測試 也是特許的金融分析師CFA 和英國認可的資深會計師 自己本身是一個著名的價值投資博客 中記最擅長的或者最為人樂道的就是價值投資 最近聽聞都有一本自己的書 是關於實踐價值投資的心態 待會你也可以順便說一下 我們先加時間給中記 大家好 今晚很榮幸跟大家聊聊天 我想在座各位這麼多未必知道我 我的名字叫中記 其實寫了一個網址 寫了五年 不知道在座有沒有這位項友 有看過我 本身的網址 是古壇老兵中記上定天道的 有看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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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本身就是 九十年代大學分業 出來做事 從事一同之相關的工作 最初就做分析員 然後就做投資經理 投資經理 現在全職寫過網址 然後四月份就出了一本新書 實踐投資的真例 其實我都放了一個帳戶 如果待會有閉嘴的話 因為大家要討一下場 剛才大會決定說脫鉤 其實我不是專家 跟Owen都說了15分鐘 說脫鉤的事 我其實就想說兩件事 究竟脫鉤對我的投資組合有什麼影響 我自己的投資組合 其實就有十億股票 我算一算 脫鉤我記得上個月23日 我算一算自己的股票 究竟哪些會受害 受益我相信就沒有 我算一算 其實只有兩隻 第一隻就是匯豐 因為匯豐有三分之一的現貌 在英國 如果去歐的話 英國就變了一隻 剛才講過 最多變10% 現在變了8% 只是translation那個loss 其實也挺重要的 第二隻股票就是出口股 德昌電梯 因為它有一半的生意在歐洲那邊 歐洲就是間接力強的 因為最受害的就是英國 但英國的經濟如果不好的話 可能你輪近歐洲其他國家的經濟 可能都是麻煩的 如果你做出口生意在歐洲的話 你可能受害的生意會做少些可能 主要是這兩個人 我講完今晚的主題 我想講我自己心目中的主題 希望你介紹給大家 其實我自己做股票這行 就做了二十幾年 有些投資心得想和大家鬥山分享一下 其實我自己中流去看 其實你投資股票 要成功的話 其實就只有五個發言 就能夠出來了 第一個就是專注 專注的意思就是 你一定要對股票投資要很有興趣 可能有些人就不像我那樣貧運 因為我本身自己工作 就為何做股票分析 變成我對股票的認識 或者擺在時間就比較高 但假如大家不是在這行做事的話 可能你就變成要在公余時間 要抽好時間出來做股票分析 股票分析可能你就要看書 看一些藏經大師級的作品 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能都可以考慮我那本書 都講得很明顯不明的 另外你當然要看聯報 和公司業績 因為那個 我們經常講自己 投資股票的思路 就是要做一個基本分析的 就是你要了解公司的行業模式 然後要做股值 算一下它是否值賣 那就要長線投資 其間你拿著股票可能幾年 你可能一路以來 你都要follow著那些信息 譬如說最近幾天 就是我評了一個概要 剛剛出了 可能是A股 剛剛approve了它 它發行的A股 你要知道這些 你知道這件事 可能你要深入看 你可能要去聯交所的網站 就要download它的news出來 那些消息 所以你要很專注這件事 你才能夠獲得到那個知識 還有就是 另一個方法 就是多些看現在 那些網站都不錯 那些blogger寫的資訊都不錯 那你內地 可能現在最先就是雪球 那你香港呢 可能就 多些看我第幾個blogger的消息 那些知識很零類的 因為就不是普通那些 就不是普通那些 那些 外面的報章雜誌 可以看到 那些廣告 那第二個成功的因素呢 就是 Discipline 即紀律 那這個很重要的 那你那個理論其實很簡單 在一界的投資上 你低賣高賣 那你做起來 其實你發覺就不太容易做到的 因為一人始終是有那個貪流恐懼那樣的 那我舉兩個例子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說 你剛剛說轉鉤的話 其實就是 很剛剛 之前那個靈略就看到那些人 或者那些刺激的人 就說 那些演員就說 就是 就是 不要介紹黑聲 那你說一轉鉤就一定會 會跌的 這樣就算了 這樣就叫你盡快拋 拋你手上的股票 就是 不管你很醜 總之你不會出去了 因為你一轉鉤一跌 那你可以低賣 那 但事實上就很難做得到 那為什麼呢 譬如說 剛剛它 拋完鉤 如果沒有記錯那幾天 就是大跌的 但是時間是很短暫的 很短暫的 那如果你在 譬如在近兩萬點 你不買的話 它很快已經大上來 兩萬點 那問題就是 你在兩萬點的時候 你問一下自己 在兩萬點的時候 你會不會去買入呢 就是剛剛出來 風暫說全世界 然後英國大跌10% 全世界就告訴你 我黑天國出來了 這樣 假的都很害怕 那你不會去做 表現上就好像很簡單實際 就粗了它上來就不是 這個就很靠你本身對價值投資的 所以你的利益 到底已經不夠強 如果你計算到數字 認為是很吸引的 有些優質股 那時候跌到很低的 你敢去下儲的話 可能現在只需10% 即指數也有10% 當時我也是介紹 譬如說 賣業庫基金 即是賣業庫基金 有4利息 你10% 其實是很划算的 但我相信 譬如20元 立法買的基金 是很多的 另一個例子 就是到澳門出現的時候 去年4月 那個大時代那一刻 銀針資料升到28,000點 但問題是 當時 每個人都認為股造瘋狂 但你問自己 那時候有沒有股貨呢 你又不會 為甚麼呢 你怕股造就好 他們28,000點股了 可能會升到三萬幾點 人的心慌就是貪男人 看見廣交所 我的朋友 百多元買的 升到300元 你問他股不股好呢 他回答你 傻的股 每個看400元 心狂風都未來 結果沒有股 那就等一百多元 他就想股 所以第二件事 其實講得很容易 但實際的 操作使用的商量就是這樣 大家要注意的 第三點就是耐性 耐性的意思就是說 你拿著一些現金的話 那時候你要拿現金 但如果你沒有看股票 你認為是值得買的時候 當然要用價值投資法去做 那時候你就要保留耐性 就不要說 我有錢 有錢不失禁 不管價值 都要買 一多錢 或者現在的氣氛 又好像好一點 兩萬二之間 不錯 別管了 價值不太高 照買也不出奇 那這個就是耐性 另一個例子 就是你耐性的話 譬如你買入了優質股的話 很多時候人們耐性是不夠的 可能賺少少 他會孤了去 所謂止賺 鎖定的利潤 其實這件事 在我心目中 又好像不太好 如果我選了一些股票 我認為他潛質很高 會用的話 基本上我潛入一個區域 可能是講金鑽研究 如果大家有看我本書 會知道 譬如我自己本身有三個股 我給人家會喜歡 這些由胡亨坦方面講 如果有興趣的人看我本書 黃金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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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有些青蠻 這些是新一本書的 通常我拿的股票 如果是喜歡的話 是願意 起碼不便宜上 變了耐性的意思 就是說 你拿著一些股票 你認為是經過研究之後 你是很喜歡的 覺得它很有競爭能力 或者是有經濟專利 你覺得它長線的前景好的話 很多時候 就不會因為它升少少 就這麼偶爾的肩出 這個就是害性 第四個就是堅持 堅持的意思就是兩點 第一 堅持是什麼呢 就是一定要買優質股 垃圾股 我和他買的 這是第一個堅持 第二個堅持 就是長線投資 不做一些短線的 不健康的短線買賣 這個可以舉個例子 就是 很多時候 大家都忍住 譬如過去幾年 合身資訊 都可能是上上某國 大家都認為可能 都是上落市 如果上落市 我搶著股票不動的話 那道徒它不就是在這裏 很多時候它會傾向 做一些短線的買賣 我最記得就是 吊賣之前的一天 就有一些 剛才演員這樣說 就很快 剛才演員這樣說 就是 我先股票 到時可以買賣 就是做一些操作性 做多幾次 就是 我幫助寫 就是渣打的個案 那時候可能是五十多元 他會建議你怎麼做呢 等到六十三元 就股票了 然後跌到五十三元 就買回 重複做幾次你就可以了 因為 有個聽祖說 我成本是九十元 我只有一百元 然後他說 你要去一百元 不可能 你一定要操作幾次 希望 就是 補回你一百元的損失 那就幫助介紹 你做這件事 基本上那個機會就不低 做一次可能是幸運 但做第三次 做第三次更加過 可能 難度非常高 那第五件呢 我總共說 就是要減少錯誤 減少錯誤 都要有四點 要注意 有幾個規劃 第一個就是 向你的能力圈 就要說不 就是有些股票 你是根本不懂分析的話 有些股票 你基本上 有些行業 你基本上是不懂分析的話 雖然那個股票很動聽 那你就不要太能力 因為你出錯的機會很大 因為你沒有這麼幸運 一排他就升 如果一買他就升 就沒問題了 但是你買了他跌的話 你的心肯定會摟摟摟摟 因為你不懂分析公司 值多少錢 當他的股價 譬如你10元買入 然後他跌到9元 你又不知道公司的價值是多少 那你一定會打上電台問的 喂 我只說10元買入 跌到9元 那應該怎麼辦 那電台的人一定會回答你 因為他也未必知道 那他也未必知道 那他也未必知道 他回答你一定是要補掉你的損失 那這個可能是對的 因為聽眾他不知道自己買什麼 那10元買入不知道他買什麼 那跌到9元 那計劃估出 如果不是 可能8元還是7元 那跌到2元就糟糕了 那你跌到2元就糟糕了 那你怎麼知事 就糟糕了 所以 都要回答他 對 要回答他 還未跌到2元就很難回答 如果10元買入跌到2元 那你猜到自己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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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件事有很多 那這個就是要四個 譬如我自己來講 有些股票我覺得不懂分析 原來醫藥股這樣才算 例如我對那些 譬如家視頻 послед集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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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它根本就不懂 那些 譬如有些公司線做什麼 你可以從不懂看 我看 我看技能 基本上這碌劉物 Não could 這個我不懂 你的口 Light 放入一些劣質股 我舉例子很簡單 就是我經常都要講的 就是港交所和稅安、房地產的股票比較 你將過去的10年 你看看港交所10年前是20元 現在就是300元 到現在也有190元 就差不多升了四股 它的估值很高 它過去的10年的評分度 PE都是28至30倍 你聽上去是很高的 30倍PE都買不可能 你就不要管 因為它的盈利增長很快 你30倍PE買入的話 10年前是50元 現在也是30倍PE 但是190元 另一隻股票是水化房地產 272元 我會說你哪有房的 這個價值不值 意思是它的估值很低 就是PE可能是0.3倍 是很低的 你10年前買的可能是0.5倍 十年前的股價可能是5元 現在你知道水化的股價是多少錢嗎? 你不知道 幸好沒有人有這隻股票 只有2.1元 就只剩下40% 你之前的成本 所以我自己的教訓 就告訴我 我力量貴少少買一些 所謂的優質股 因為我的時間是很長的 我一定要選一些 所謂的增長的股票 或者它的競爭優勢 或者官製專利 或者官製專利 是表現出它是長裏的地方 那個益利的增長是快的公司 我寧願去買這些公司 其實這個方法就是類似 Felix Fitcher 大家要看一些床頂的書 Felix Fitcher說的 Growth Stop很出色 很多時候我都參考他 或者是 Wall Buffett的開男 Charlie Munger 他也是 他教了 Wall Buffett 不要只集中買一些 斯基筆的股票 即是雪街煙頭 雪街煙頭意思就是 你買一些 食證煙頭的稅 那個咀 你貪便宜 不要那些就去買 你買了 可能是真的便宜 但10年後都是很便宜 變了我 都是有少少 是轉做 Charlie Munger的方式 那變了 各位大哥 你參考一下 有兩個方式 你一是做回 以前 Wall Buffett的老師 Benderman Grant 那時候講的 就是 Siccup Investing 就是雪街煙頭的方式 現在市場上也有很多人做這件事 或者另一件事 就是 用第二個方式 就是 Fedifuture那一套 或者現在網路那一套 就是集中買一些增長股 其實增長股有時都是有價值的 大家不要誤會 增長股就不是價值 因為增長股 如果增長是 cover到 高的價值的話 其實這件事都是價值投資 那第三個就是普遇測大股 普遇測大股的意思就是 剛才轉勾 可以想一下 就是說你不要想著一轉勾 一定市會大跌 讓你買一份 千萬不要這樣想 千萬不要因為外派大股會跌 而去估出你手頭上 就認為是 你打算好這些 有質顧 這件事就是 剛才我已經說了一次 如果你兩萬元 估了 你認為是 應該嘗試持久的股票 當然有可能 因為人的心理很奇怪 等於那個節目 那個 不換名 他叫 那個 那個散戶 叫他 星期一開始 就馬上訂了 訂了股票 他問他 我搶著中國人壽 那個時候中國人壽 就是17元 一開始就16.5元 如果他跟著估股票 就16個估股票出去 16個估股票出去 我發覺最低 因為我都是家中人壽 我留意一個補價 他最低的是 16個估股票 如果16個估股票出去 16個估股票出去 16個估股票 16個估股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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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差2個估股票 三個估股票出去 沒有人的 昨天看看 17個估股票 如果你是那個估股票 你會怎樣做呢 在那補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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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補股票 會不會買回來 16個估股票出去 17個估股票出去 不會吧 但是很大機會 可能出錢 你會變20多元 就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有時 你其實是要分析什麼呢 就是說 你當時那隻股票的股值 究竟是有些高 或是有些低 就不是因為擔心市財 那補股票 這個很重要 第四項 就是不要過分自信 不要過分自信的意思 就是有時候 我們對你的股票 都沒有 很有conviction 本身自己 因為你喜歡的股票 你少去買 那你喜歡得久的話 你錢就很有信心 對壞消息 你又不是很想聽的 因為有些人反對的意見 你又不是很想去接納的 那這件事 其實我自己本身 有時都會犯了這個錯誤 就是所謂摘蝕固執 有時都是適合的 因為有時的東西 它可能真的變壞了 那你經常要反省 就是說 究竟你買入的股票 究竟它的質素沒有變壞呢 如果它變壞了的話 你就要狠狠痛心 我經常說瑞安都是 我自己很失敗的例子 就是我最初很喜歡它 就是上海新天地的概念 大家都喜歡 這個上海 新天地的概念 就是大家去玩 大家都會去的 那時候真的 我都喜歡的 我寫的文章都喜歡的 但是你發覺10年之後 你發覺真的不喜歡它 或者它的技術模特兒 但它不可以重複 在上海做得成功 然後去其他地方做不到 去重慶 去武漢做不到 那時候你就要思考一下 究竟你當初買它的原因 現在會否改變到呢 這個筆書就要 或者我再講一下 再講兩句 那之前新書我介紹了 很難多說 因為距離休之後 都做多些寫書 寫書寫博 接著有時是接受一些集結訪問 其實這個目標就不是我想去出名 大家不要誤會 因為以前大家都沒有見到我 我今年可能4月份 大家才知道中紀是誰 其實我本身是很低調的 但是為什麼我最近幾個月開始 在傳媒有機會 大家看到我 其實原理很難的 因為我退休之後 之後我受經濟動大師 理解法 就是我自己 就希望用我自己的勤権 去共演所說 那就想感受 締絡再 10 頁 希望他們就想學這個戒指教治法 因為戒指教治法本身來說 我認為是最有妨輯的 那個logic是最好會的 就是你低的就賣高的 高的就賣高的 因為我不講太多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歡迎去我的網站留言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因為今晚的時間 我一會兒再討論